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发表 其女耿格向蔡英文求救 中国热评揭秘 高智晟新书手稿 投印过程 中国民主党成员陈树庆 吕耿松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案 6月17日由杭州市中级法院宣判 两人分别被判处10年6个月和11年的重刑 两名被告及家属均认为判决不公 将提出上诉 请看乔龙的报道 浙江民主党人陈树庆和吕耿松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 6月17日下午2点30分由杭州中级法院宣判 两人都遭重判 陈树庆被处有期徒刑10年0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4年 吕耿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当天杭州各地的国保10多人在法院外戒备防范旁听人士 可容纳近30人的法庭爆满 旁听者都是政府人员 每位被告人只准三名亲属旁听 陈树庆的代理律师傅永刚对记者说 法官在宣判后立即把他的当事人带走 起诉书指陈树庆在博讯网和参与网发表的20多篇文章 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 律师称陈树庆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 以及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化 属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 没有触犯法律 该案曾于去年9月一审开庭时 律师为陈树庆做无罪辩护 副律师说 判决也是那样的 完全是照办了起诉 是非常荒唐的判决 这份判决没有解释一下 在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庭 另一位民主党成员吕耿松17号 也被法官重判 11年徒刑 吕耿松的女儿告诉本台法官的判决词 被告人吕耿松反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 11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你爸爸听到这个判决以后 什么表情 有没有说要上诉啊 我爸爸是非常不满意 上诉的事情我们会跟律师讨论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乔龙的采访报道 浙江省兰西市全市的69处宗教场所 截至6月13号 均已悬挂五星红旗 该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官网称 这是当地强化 诠释宗教界和新教群众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方式 此外 浙江省民宗委副主任陈振华日前表示 要加强对流动穆斯林的教育引导 自觉抵御三股势力的渗透 美国华人教会牧师郭宝胜 17号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浙江当局从2014年开始 拆十字架 现在挂国旗 实际上是强迫宗教信党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新书 17号在台湾立法院发表 八位立委出席声援 高志胜的女儿耿格透露 父亲失联 大博手机也已停机 他向蔡英文总统发出求救的同时 还呼吁蔡英文关注大陆的人权 请看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被软禁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新书 2017年起来中国 17日在台湾立法院首发 蓝绿跨党派八名立法委员声援 高志胜的女儿耿格代父出征 签了一本父亲的书 以英文写下 蔡英文总统好 请救我家人和所有中国人民 耿格说 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很想对他说 我不希望我家的故事 我不希望我家的事情 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台湾的家庭身上 我希望他能力所能及的 做他可以做的 耿格呼吁台湾多关注 在中国受迫害的人权律师 宗教团体 包括基督教法轮功的处境 高志胜这本控诉 九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绑架 囚禁酷刑的实录 14日在香港首场记者会 引发轰动后 高志胜再度失联 耿格透露 平常透过大伯手机联络父亲 不过他在台北记者会上说 那我今天早上 有试图给我爸爸的大哥 就是我的大伯打电话 他的手机已经停机了 我给我大白的老婆打电话 那他的手机是关机的状态 这是最新的情况 这本书在港台两地 没有出版社敢发行 最后由美国对华援助会 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两个单位挂名出版 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 傅希秋牧师表示 高志胜最后一次从监狱 被押到陕西老家严密监控 牙齿已被打断的他 不分昼夜在窑洞写作 一点闪失就可能手稿全部丧失 去年出书消息传出 就被抄走了布奔 索性七百多页手稿顺利传出 傅希秋表示 这是充满勇气的书 很多细节读来使人颤抖 傅希秋说 他还说高志胜形容那仿佛是一条狗踩到自己的尾巴 听到自己痛苦尖叫的声音后 又把尾巴提起来给众人观看的场景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指出 距离709中共大逮捕维权律师将戒满一年 已经有23人被判刑 高志胜挺身写这本书 不是个人经历 而是今天所有律师群体被迫害的实录 杨宪宏说 我相信这本书里头所记载 后来高律师挺身而出写这本书 那一整年失踪的时候 天天受到虐待 包括生殖器都被电击 那这一回我们有听到一个 令我们担心的消息 所以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 被强暴 在天津看守所 在台北这场高志胜新书发表的记者会 受到日本 美国 法国等众多外国媒体关注 反倒台湾多家大报社 及所有商业电视台 甚至公共电视台 都与平日热衷两岸新闻的中国 和香港媒体一样大缺席 对于梗格热心送书给蔡英文 总统古巴言人黄崇燕冷处理 只表示会请陆委会先了解情况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道 阿里巴巴主席马云 近日出席投资者大会时 发表讲话 回应假货指控 直言 很多假货 产品和服务 做得比真品还好 价格更优惠 并指阿里达甲力度 比全球政府或机构都要大 即使失去顾客 亦在所不辞 此话一出 立即引起网民热议 几乎一面倒指责马云 公开支持造假 有网民指 其逻辑太奇葩 质量再好 假的还是假的 既然品质这样高 为什么不打上自己的品牌 更有网民痛斥 这是中国名人的无耻之变 台湾的少数民族 排湾族希望合唱团 在蔡英文就职典礼上 献唱中华民国国歌后 日前接到北京通知 原定于广州的演出被取消 合唱团成员表示不解 艺术为何要跟政治做牵扯 以下是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520在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中 来自屏东的希望合唱团 以台湾的原住民台湾族 鼓摇奏 与三民主义歌混唱 希望合唱团的天籁之音 还被誉为史上最好听的 中华民国国歌 原定7月20号 受邀赴广州合唱节表演 却突然被取消 消息传回屏东 合唱团表示 不后悔在520表演现场 希望合唱团副团长 陈来福表示 政治跟这个艺术 应该是要区分的 应该要分开的 它居然也会牵涉到政治问题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 因为在总统就职典礼演唱 登陆遭受制裁的艺术团体 台湾知名歌手张惠美 2000年也因为在 陈水扁就职典礼现场 遭中国大陆进场 超过一年才解禁 前总统马英九认为 520政权交接前后 中国大陆的确对台动作评评 马英九对民进党执政 顺手放了一记冷箭 蔡英文政府也立即缓击一招 回马腔陆委会副主委 邱锤正表示 那我们希望陆方 不要把政治的考量 带到这种 欲文的交流活动当中 您提到 马前总统的说法 那我想 周子瑜事件 还是在 马前总统的任内 那我想社会会有公平 由于去不了广州 希望合唱团8月前往 生涯力表演经费 因获得福 90万相当于人民币 18万左右的预算缺口 在总统府蔡英文 捐出50万之后 各界捐款涌入 已经募集达标 稍稍弥补 无法登陆表演的遗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黄春梅台北报道 北京市的控烟条例 实施已满一年 公共场所吸烟人数 明显下降 但是办公室和餐馆 仍是吸烟的重灾区 有分析指出 中国控烟应从源头上抓起 减少烟草产量 提高香烟的价格 用经济杠杆促进戒烟 请看高山和张立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近日报道 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自2015年6月1日开始实施以来 至今已满一年 北京的控烟条例 是全中国首个要求 室内公共场所完全禁烟的 也就是凡是待顶的地方 都不能吸烟 可很多人却觉得 虽然舆论的宣传声势好大 但自己身边的烟味依旧存在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针对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实施一周年的情况 进行了暗访后发现 北京公共场所的无烟环境 比过去好了很多 有82%的公共场所 张贴了禁烟标志 超过95%的公共场所 实现了无烟聚摆放 但仍然有超过19%的公共场所 发现有烟地 尤其是在公共交通站点 发现的烟地最多 餐馆仍然是吸烟重灾区 暗访者在19%的餐馆内 都发现有人吸烟 法新社的报道认为 在控烟令实施一年后 北京公共场所无烟环境的改善 在一定程度上 要归功于北京控烟志愿者 目前 这一约有12000人的志愿者队伍 涵盖了北京各阶层和各行业的人员 不论是学生还是退休人员 在网上注册后 经过批准就可以成为志愿者 他们出现在北京市内的各大餐馆 和其他公共场所内 对烟民进行控烟宣传和劝阻吸烟 尽管这些志愿者没有处罚权利 多数烟民在面对劝阻时 还是会采取配合的态度 但有时也会遇到明顽不灵的烟民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看到我们 首先我们是汇川制服 带着证件 看到我们 包括我们如果说语趣和合适恰当 还是愿意听的 只有极个别的人 可能他觉得可能思想上无法转变 志愿者刘先生还表示 在现阶段 培养全民的禁烟意识 才是最重要的 在美国纽约的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 负责人谢家业表示 中国控烟应从源头上抓起 减少烟草产量 谢家业博士还建议 中国政府应该在销售上提高烟草价格 令青少年和收入较低的人群无力购买 从而迫使他们戒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张力综合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本年度的施政报告中 提出拨款10亿港元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计划 让叙利亚等众多战乱和落后国家的学生 接受赞助来港进修 并希望赶在本年度立法会议期通过拨款 但计划引发香港民间的强烈不满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强调会反对拨款 请看陈盘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 星期三下午发表联合声明 指梁振英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计划 耗费10亿公堂 足够支持1590个本地学生生读大学 批评梁振英为了争取连任 用公堂来讨好中共最高领导 忽视香港学子的诉求 泛民议员要求当局撤回拨款 否则会用各种方式立足拨款的通过 一套事业来的 他用教育来玩 大家如果听张德纲委员长最近访问香港 他不是发表了一篇红文的 讲一带一路的 其实我听来听去我觉得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外交策略部署 一个概念以抗衡 这个美国的经济政治霸权 根本就你问习近平或者问张德纲 根本他都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政策细节 是可以立即落实而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发明会议召集人何秀兰指 目前仍有一万个本地学生 符合入大学的要求而没有学位 至于政府为何仍要用纳税员的公堂 支助外国学生读书 并警告政府不要拿拨款来应闯立法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导 台湾环保与人权团体和数十位在台湾的越南人 日前在台速公司股东大会场前举牌抗议 怀疑是台速越南合进钢铁厂造成了附近海域 越南人将凶手指向台湾的台速公司合进钢铁厂污染环境 在台湾的环保与人权团体和数十位在台湾的大量死亡 17日台速公司因污染越南海域 遭德国奥礼经济委员会颁发黑星球奖 请看苗秋菊的报道 一张章鱼群大量死亡的图片 越南学童被迫迁移到遥远的安置区救读的景象 还有一名潜水人员死亡 越南人将凶手指向台湾的台速公司合进钢铁厂污染环境 在台湾的环保与人权团体和数十位在台湾的越南人 接连两天举行记者会 要求台塑负起企业社会责任主动调查 并呼吁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必须要加入人权的考量 越南外劳配偶办公室主任阮文雄神父指出 从越南来台当渔工的李光东说 她说有一天太太打电话给我说海边有几顿鱼突然都死了 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在我的家乡发生过 她的一位潜水员亲戚告诉她 在工厂排水口附近看见黄色与黑色的水 一靠近就无法呼吸 环境法律人协会理事长张玉宁建议新政府 修订新南向投资审核法规 以符合国际人权等公约 立委吴坤玉说 希望台湾能够主动帮助越南做好环境保护 当一个好邻居 抗议团体从第一天的立法院转战到第二天台塑股东会的现场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一碧说 就是我们认为蔡英文总统提出来的新南向政策的新 不应该只是在时序上面的新 而是必须要具体的加入包括人权 劳动权益以及环境永续 甚至民主治理方面的一些关注 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新南向政策 台塑董事长林建南在股东会中表示 已向越南政府表达联合邀请国际专家组团调查死鱼事件 希望能够尽快公布结果 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办公室才刚上路 环保团体就开出第一枪 17日台湾企业就因为污染越南的海域 遭到德国伦理经济委员会颁发黑星球奖 以零为货不仅影响台湾国际形象 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也备受挑战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浏览更多内容 我是景轩 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关注中国热评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在每周同一时间准时锁定自由亚洲电台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主持人景轩 今天来到演播室参加讨论的是 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依良先生 夏教授你好 另一位是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郭宝胜先生 郭先生你好 欢迎两位 本期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胜的新书 好首先我们来看6月14日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胜在香港发布新书 2017年起来中国 那么高智胜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因帮助法轮功及维权律师发声 遭到中共多年来的绑架囚禁酷刑迫害的种种经历 以及对中国发展的观察全书共50万字预言中共必将在2017年完结 好我们看到这本新书他的发表地选择在了香港和台湾两地发布 但是高智胜本然我知道他一直被软禁在中国 并且是24小时受到人的监控 那么这本书的书稿究竟是怎么流传出来的 郭先生我听说您知道当中的一些细节 可不可以先给我们透露一下 对出版的这个细节呢 是那个夫妻兄牧师在这本书的出版者的话里讲的很详细 是这样就是他经过这个八年的囚禁 2006到这个2014年 然后2014年8月7号他是给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之后呢 他的新疆就待了不到20天 马上就转移到这个陕西了 不是一直在新疆 对啊但是他当局呢 为了害怕这个很多法民啊 法轮功到这个新疆去看高智胜 就说是高智胜在新疆就散布这个谣言 实际上那时候人早就在陕北了 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 后来就是对话研究协会有些团工啊 在国内的 他们判断可能是在陕北 就去陕北他的老家去看 结果就碰上他了 见到他了 见到他这个高智胜 正在写他的这个书 这个书呢 没有电脑 只能写在书那个稿子上 然后他边写呢 边把一些稿子呢 就偷偷地运进来 边写 边运出 运到就是他的家以外 然后这些同工呢 就打印出来 最后这个书给完了之后 打印完之后 就发这个 等于是发email到这个海外来 海外来之后呢 就是对话研究协会和台湾 关怀这个中国人权联盟 这个杨贤魂他们合作出版 因为在香港有同龙王事件呢 香港本来想出版 香港没有出版成 现在目前在这个台湾正式出版 所以这个书的出版呢 也可以说历经艰险 对 那郭先生 我知道在高智胜这本新书当中 他有个非常重要的言论 就是预言中国政府 会在2017年完结 您觉得他这个言论是怎样得出来的 这个言论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理性 一个是从信仰 因为高智胜一直说 这个是神给他的特殊的启示 就是2017年 中国人被将倒台 因为他是那个 决志信主的一个基督徒 是范雅芬博 是在2005年 对他决志的 他很没受洗 但是他是那个基督徒 另外他跟那个法轮功 接触的时候 也了解了很多中国民间 宗教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有很多的一些 可能启示吧 在圣经里有些基督徒 也受圣经的 受这个神的启示 他觉得有这样一种启示 就是共产党2017年会倒台 另一方面 从理性的角度 我觉得就是他因为跟共产党 有这种很刻骨的这种生死搏斗 他了解了共产党的本质 他肯定是要完蛋 而且现在人民的力量 虽然软弱 但只要有抗争的允气的话 必将获得胜利 所以他就说2017年 那他肯定会倒台 像这种预言的话 美国有个政治学家 布瑞金斯基 他在提前几年 就预言那个苏联崩溃 当时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过了几年 苏联就崩溃了 对吧 还有高晋升也说 就是很多共产政权 没有实际上 他在突然之间都可以崩溃的 像那个Chill S coup 他在前一两个月 人民在广场还欢呼他 再过了一个月 他就全都完蛋了 所以2017年 这个预言 我觉得大家要充分的 理解的一种态度来看 也就是说高晋升的预言 不光是从他的信仰当中 得到的启示 也是结合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情况 对 夏教授您怎么看高晋升的预言 首先预言 中共专制统治一定会崩溃 对 这个我是赞同的 至于讲时间的节点 就是讲明年 这个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个中国呢 目前这个大家知道 专制统治非常的强大 而抗争的力量非常的微弱 所以说如果经过大家 各方面的努力去推动它 至于什么时候真的可以倒塌 现在都不好说 如果我们要是正常的情况看的话 10到15年时间是有可能的 如果要是讲 在非常强大的推动力下 如果十几亿人 中间有相当的一部分 能够觉醒 能够参与其中 那可能会提前到来 但是呢 我想明年是绝对不太可能实现的 这个时间点还有待考证是吗 对 好的 那么最近环球时报 根据这个事情 发表了一篇 名为诅咒中国可耻 那么依仗境外势力可悲的文章 里面就用烂书和走火入魔 来评价高志胜的这本书 而且他们还提到一句话说 他们已经不管反对声音的质量 不顾预测不能脱离现实的基本逻辑 那么郭先生您觉得啊 读高志胜这本书 一般人可以从当中得到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这本书呢 主要他讲他受迫害的这个经历 他是在2006年被判刑那个三年缓刑五年 其实这缓刑五年呢更加难受 他是非法的囚禁在地下室还有军队里面呢 各种非人的一个折磨 就在新疆囚禁了三年 这三年呢实际上是合法的在这种监狱里面 这个也是非常的痛苦的 就是他书呢 一方面他描写了他受到这种产物人道的这种迫害 很多电击的时候他发出一个非人的 就是其他人的声音 就是他听到的这个声音 连他自己都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声音 而且长期在一个屋子里 比人家有那个烟凶啊 任何人不能跟他说话 反正跟他说话的这些士兵啊 都要拉出去给毒打 他这个自己呢 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破坏 所以从这本书 首先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共这种反人类 这样法西斯的这个暴行 第二个呢看到了就是说 高志生他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可磨灭的这种意志 这种抗争精神 你再残酷的压迫迫害 都磨灭不了他的生命 磨灭不了他的斗志 就是这个这八年下来 他居然能够活着出来就是生理 他自己说的 甚至那个周永康曾经派人就问 哎这个老高你这个到底忍受不了 最后那个高志生就说 我可以活到94岁 周永康你注定要死在监狱里 没想到他的这句话 一下也变成这个现实了 所以从书里呢看到中共的暴政的残酷 也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正义力量的强大的一个精神 所以对海外的人和国内的这些人权人士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有极大的一个激励和鼓励的作用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中国热评再见